大家好,我是老王 在考取驾照之前 不管是汽车驾照还是摩托车驾照 都要进行身体健康体检 其中一项就是对颜色的感知 也就是色盲检查 毕竟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 如果连红绿灯都无法辨识的话 那真的就太危险了 正常人对于颜色的变化是很敏感的 但是色盲人眼中的颜色 和正常人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验 来看看屏幕前的你 对颜色的变化敏感程度如何 现在显示有十条色带 其中只有一条与其他颜色不一样 你所要做的 就是找出不同于其他颜色的那一条 后面我会给出正确答案 一共有四个部分 难度也是逐渐增加 下面就一起来测试吧 第一关还是比较简单的 大约97%的人都能够成功找出 第二关难度略微有些增加 大概有55%的人都能够成功找出 看看你的视觉如何 东西就要从赏去处理 这种然后就好 大约97%的人都能够成功找出 苏幕前的风格 就是没有个人不得了 那你要够尽毕业 在别人的谈之后 那我们就能够成功找出 都已经在这买过去的 就算不得了 adan 第三关确实有点难了 不仔细看的话 我都很难找出 这部分大概70%的人都会看错 也就是说 大概只有30%的人 能够成功分辨出 最后一关是特别难的 大约只有8%的人能够成功找出 那么这些人对色彩的敏感程度是非常高的 你的色彩感知停留在第几关 最后一关的8%中有没有你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给老王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